第一層磁性的嗓音 重搖滾曲風 獨立樂團茄子蛋 把臺語唱出不一樣的味道 網路點閱率破譯 創作電影主題曲知名度和聲量達到巔峰 更獲得第三十三屆金曲獎年度歌曲 今年九月主唱阿斌發長文字曝 身帶嚴重受損甚至失聲 不想讓歌迷失望 每一場演出前都要吃藥 去年底就決定休息一陣子 活動延期 無限期休團 不過根據週刊報導 茄子蛋一場演出價碼約兩百萬 推辭的商演 跨年 尾牙等出股少賺約兩千萬元 因此傳出三位團員想法不同 鬧內訌甚至要拆火 謝謝大家真的驚奇樂觀 感恩欺負 入圍金曲三個人有默契 都是這句話 如今卻傳出可能解散 聯繫窗口電話沒接 但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經濟公司否認 只回應今年沒安排演出工作 復工時間是未知數 要讓他們好好休息 三連新聞 郭逸軒 曾家軒 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